人的本性是不苟不精,不善不悟,既然不善不悟,为何只有修识善,才和本性相应。 现在这个事情,佛说法,常说的应激说法,必定是现前,此时此处,大众能得利益,这是好事情。 也就是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现在社会大家设计不要了,全搞得收获,那么收获呢,这样下去,你说,这个世间人能有好日子过吗? 你要很冷静去想一想,如何拯救现前的社会,使大家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人跟人关系能处得更好一点。 然后你才想一想,实际上对当前有没有必要,弟子归对现在有没有必要,感应篇对先前有没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那就是纯正的佛法。如果你说没有这个必要,世界还希望更乱一点,人还更苦一点。 苦到最后,像科学家讲的,人类在这个世界决灭,决灭之后,从头再来起。 我听到这个话,也好,本来就是如此,物极必反嘛,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的毁灭,我们地球上不止,不止这一次,过去至少已经有四次。 最近的一次,他们讲的,好像是真的,五万年前呢,亚特兰提斯,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到很高的程度。 人民相信科学,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伦理,只知道真名独立。 所以,整个大地沉到海里面去了,就是现在的大西洋。 那么也有人说,我们现前科学也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这个世界也会有大的灾难。 这个大灾难最严重的,不只是海水上升。 海水上升这个现象很明显了,很多人已经警觉到了,南极的冰如果融化,南极的冰是全世界,这个冰学百分之九十在南极。 完全融化之后,海水上升六十五米,这科学家计算的。 不要说六十五米,上升一米,我们香港机场就在水面上了。 很多填海的地区,全部又回到海里去了,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看到这些报道啊,而且说的很可怕。 两千三十年,距离现在不远了,现在已经七年了。 两千三十年,估计是广州,珠江三角洲,百分之四十二都会泡在海里。 麻烦啊,这是现在大家晓得,无法防止啊。 另外更可怕的,不能够预测的,地区的变化,这最严重的。 火山,海底火山爆发,引起的害羞,严重的害羞。 啊,巨风,啊,我们讲经时候提到啊,啊,啊,一般不修佛的人不知道,他也不相信,啊,佛法说,这些灾难,都是不善业的感动。 那那依照佛法,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有,佛法非常肯定,啊,怎么解决呢? 佛只说了两句话,这问题解决了,你想不想想? 佛说,勤修戒丁慧,熄灭贪嗔嗔痴,这问题解决了。 从谁做起,从我做起,你不要要求别人,要求别人,做不到,要求自己。 啊,勤修戒丁慧,熄灭贪嗔痴。 嗯? 啊,啊,啊,灾难不能避免,为什么呢?共业嘛。 那我们现在晓得 人没有死 生灭是肉体 灵魂不死 佛法里面讲 神识长存 他离开这个身体 离开这个世界 别的地方去了 那么你一生 短卧 修下 几公里的 你去的地方好啊 像我们现在念佛人 念念都求生极乐世界 移民到那边去 不难啊 那这一般讲是 三年功夫足够了 你就能去得了极乐世界 有什么不好呢 这地方有什么好留念的了 如果你真的是大德 大智大能 你不但提升自己 而且你还能够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好死 好死 大好死 大好死 帮助苦难众生 用什么方法呢 用教学 像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就是的 我们修佛 我们修佛不是自己一个人修 也不是我们 这个几十个同学在一起修 我们在此地 同时上网 也上卫星 全世界的有缘人 都能够一起学习 这个好啊 学习的人越多 那个力量就越大 就能把这个灾难了 不能完全化解 把这个灾难所小了 时间所短了 或者将灾难时间延长延后了 这个办得到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那就是旧世界的 用什么旧 天天讲经教学 上课 从三十岁到七十九岁 一天没休息 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 明白了 觉悟了 从自己改过自信 在影响周边的人 影响越多 影响越大 灾难就缩小了 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做法 不是祈求 这个佛神来保佑 不是这个 佛神教我们 断无修善 积功累得 所以这个 这个世山夜道 对眼前来讲 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佛祖教给我们 持戒念佛 十三夜是戒 弟子归是戒 感应篇是戒 这是根本戒 只要在这上面 振振下功夫 百分之百的落实 老师念佛 求生前途 决定得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